不怕富二代玩物丧志 就怕富二代愁愁满志 原来富二代创业的经历这么离谱 就比如有小姐姐表示 他哥哥从国外留学回家后 觉得自己的理念非常先进 就想创业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 家里怎么劝都劝不住 于是老爸只好给了他200W让他试一下 没想到大哥扭头就开了家大型足异店 不仅所有技师都是从国外应聘 甚至还要经过他亲自培训才能上岗 结果不出所谅 开业三个月后他的店铺就倒闭了 大哥只能灰溜溜地跑回家了 还哭着说以后再也不创业了 没成想老爸得知却高兴的何不拢嘴 直呼这200W花得太值了 赶紧又给了儿子50万 让他出去赶紧潇洒一下 还有为小姐姐毕业后 就在老爸公司当起了助理 可小姐姐却感觉毫无挑战性 于是决定出去耽误了两年 之后某次闺蜜打来视频电话 发现小姐姐办公室比以前更大更豪华了 连忙夸赞小姐姐年轻有为 没想到这么快公司就扩大了 不料小姐姐却告诉闺蜜 创业早就完犊子了 如今又回到了老爸公司 准备安稳继承家产 好家伙 果然比起孩子只最精明 父母更怕孩子想证明自己 更有位网友表示 他遇上一个奇葩富二代 每天在家冲钱打游戏 可全家却鼎力支持他 还夸赞儿子真棒 都学会打游戏了 之后网友经过了解才知道 原来这小子之前赌博败了不少 后来迷上打游戏不赌博了 他老爸感觉一定是祖宗在天险灵了 之后只要儿子一玩游戏充钱 他老爸就高兴得合不拢嘴 可更炸裂的还得是 此前我看过的一则新闻 一个浙江女孩上网 被诈骗了两千多万 可他报警后却哭着告诉警察 千万不要告诉自己老公知道 因为这点小钱 他回娘家哭一下就有了 好家伙 真是小刀俩屁股开了眼了 看到这网友们分享起 遇到的奇葩富二代 06年同学老丈人给了他50万 让他在北京付个首付 结果他创业了赔了 如今他老丈人看中的房子 给两万零花钱 结婚了一个月补贴五万 但创业就拔腿打断 我认识一个富二代 他家有个规定 一不能创业 二不能和女主播结婚 更离谱的还得是这个 是的 我就是这样的 我爸给我一个亿 最后我创业亏了二十个亿 我知道